2022年9月28日收盘了 下午大盘走得不好 瞧瞧下午大盘走出一个冲高回落 而且创出了新低 并且把昨天那个低点一个打漏了 最低点3044点 那么又跌破了前期低点 这个位置现在到底是不是反弹 我们就更没法确定 所以这个位置根本谈不上 说这个位置昨天一个大阳线就是个反转 那么昨天我们给这断定 说它肯定不是反转 至多也就是个反弹 今天马上就给咱们来个上眼药 那在这里有一个说法 昨天是一个反暴阳 今天又来了一个这样的大阴线 那这个怎么去考虑呢 有人说这个位置会不会又大盘走入一个漫漫雄途 这个呢说法都不可靠 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相关数据证明 这个位置会跌到哪去呀 对吧 最起码它是一个这里头 我们看它已经跌到了相当大的一个地步 就是这一轮下跌 ABC走没走完 咱们也不确定 只是说这个位置呢 它已经跌到一个相当大的区域了下跌 这个空间够了 股票市场不就是这样吗 涨的多了就会跌一跌 但跌的多了呢 同样也会上涨的 所以这个位置呢 应当出现一个反弹格局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假如这个位置明天又是反弹的话 或者是不反弹 该怎么处理手中的东西 尤其后天就要过节的最后一天 到底是持股过节 还是持币过节呢 我在这先说一个我的看法啊 明天有两种 第一种呢 明天如果看大盘 大盘如果主力的态度很鲜明 明天不准备拉的话 那明天就是一个减仓的位置 减仓 那另一个看法是什么 如果明天大盘出现了上涨 或者是主力也荒歌笑语 像昨天一样 一个反包扬 那么大家一扬赶三观 所有的个股都在上涨 将近四千加 不像今天将近四千四百加下跌 所以就现在 如果明天要出现上涨的话 在这也就是持股观望 自己手里的东西 有的别动了 给这卧倒 那么没有的呢 也别买了 所以在明天 我们就有这两个观点 第一个呢 在这啊 如果明天主力明显看出来 就不做多的话 那么在这我们可得知道 那些破了位的得减仓 得减多少 减半仓 另外就是明天 如果都在上涨 不加仓 这个千万就是 这个是咱们得出这种数据理论啊 那这些数据理论怎么来 我们现在往下看 我们先跟着这个笔往后瞧 给这先扣看 今天市场热度值只有14度 而且下午的时候呢 少部分东西在上涨 你像一些天然气啊 热泵啊 这些比较啊 前卫的东西在上涨 同时下午呢 像宁祖盒类的 新能源类的呢 有抬头 包括银行 也有所抬头 但这些东西 我们能最终的看出来 今天即便是大盘 群众指标股 在这出现了护盘 但也是独目难知 所以今天个股呢 只有瞧瞧 410加上涨 那么将近4400加下跌呀 朋友们 怎么办 所以这个位置呢 我们不能够 一红生的给这跑过来 抄什么底 那另一方面我们得看 你瞧北上资金 北上资金中午的时候 是净流出57个亿 可是下午的时候呢 现在就剩下净流出38了 也就是下午有19个亿回流 看到没 就是拉尾盘 那尾盘在后20分钟 北上资金回流 那北上资金 它为什么来抄底呢 它抄底都是哪一部分呢 我们现在发现 北上资金抄的大多都是 已经不是酒啊药啊 是什么 是这些个新能源新多多 以宁组合为代表的 这些新能源新势力 什么科技的五朵金花啊 半导体啊 就这些东西 那么他们奔他去 是为什么呢 在这干脆研究室 做什么差什么价吗 不对呀 不管怎么讲 我们在这发现了 他资金在往这方面流 新能源 另一方面呢 我们再看 红的呢 相对的多一点 但是这里面 绿的呢 跌的都挺多 你看跌的呢 咱们就唯一列出了 整车 还是宁组合 还有这个东才 什么的啊 跌的还都挺多 三个点左右呢 同时我们看这个位置 大跌超过5%的 有一大票了 那么另一方面 我们再看市场的成交量 6400亿 今天没有放量 下午 大家瞧 大盘 尤其在 两点钟之后 出现快速回落 即便是这样回落 成交量也没有太放大 或者是说 全天成交量 并没放大 那么又没有恐慌盘 那么没有恐慌盘 那这个位置 很有可能 就陷入一个叫 无量空跌 这个位置 又无量空跌的话 那速度可能不会快 但是这个位置会怎么样 会温水煮青蛙呀 所以在这 我们为了避免更大跌幅 明天假如这个位置 不出现主力 强有力的上涨 或者是放量上涨 或者是说 在这你一看到 如果不百花其放的话 那么明天就是一个 逢高减仓的时候 减仓 那就对 我们就得持币过节 减掉多少 我也得减掉一部分 现在我是半仓嘛 明天我就得减掉 百分之二十 大概剩百分之三十的仓位 过节 好 那么剩下一部分呢 如果明天上涨了 怎么办 假如明天呢 欢歌笑语 就像昨天一样 瞧瞧 昨天一个反包扬呢 大家都认为 这个位置是反转了 但咱们说啊 这个位置 昨天是不能追高的 即便是买 也得买在阴线 而且还告诉了 即便是买 今天早盘 也得卖掉 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现在只能 剁什么短 什么差 那么这个位置 今天呢 由于一根阴线的出现 现在呢 把很多人 又跌得 有点怀疑了人生 那这个位置呢 叫做 今日破位单阴线吗 这种破位阴 把昨天的低点都破掉了 会不会造成一个 明天的报复性反弹呢 如果这么一讲 大家心里是不是就有点底 所以现在 你看到没 就最近这几天 放大一点 前一天 周一的时候 走出一个 这样的 来 我们看 走出 冲高回落 建了低点 昨天呢 又走出这样一根线 低开高走 又建了高点 今天呢 干脆 我们直接 走出一个震荡走低 就是这样的 震荡走低 那么这三天 大盘现在是 事出反常啊 涨了 跌去 总之是个宽幅震荡 宽幅震荡的时候 我们现在 石盘做 T加零的 是 有点啊 就有点力度 因为今天 还有昨天 前天 这三天 盘中操作都有机会 宽幅震荡吗 所以在这呢 我们看起来 这种形式 还算可以 那么明天 我们的操作方法就来了 假如明天 要是真的出现 大盘要是上涨的话 咱们说是上涨啊 不追高 怎么办 不追高 假如肥得想买 那么就买个阴线 那么 后天 一开盘 上涨 买掉 就是这么一个套路 现在呢 大盘在这 我们能定义的是 既然大盘在这 折腾个没完没了 那么呢 我们就再等一等 等什么呢 等几大要素 第一大要素 美联储加息 现在不断 但是这一股风 已经过去 而现在出现的问题是 美股 欧股 就是外盘普跌 外盘普跌的时候 大家在 为什么 跟美联储加息 关系已经不大了 最主要的 还是那个 欧乌那个地缘的问题 现在这不又搞出一个 入什么 公投 所以大家都在看 看他后续怎么办 我们再怎么样 我们再等 等人家反应完了之后 到股事上啥样 我们才能定出风向标 所以在这 我们看 明天 大盘如果这个位置出现上涨 不追高 在这个位置 干脆就握倒 有的东西呢 给这块也不动了 持股再涨 没有的 干脆也不动 如果明天出现不好状况 那么早盘开始就得减仓 不是说他下午再涨怎么样 爱涨不涨了 如果要是 即便是加仓 也得是明天 明天才是一个重要的点位 因为明天 大家卖股票已经没有意义了 因为不用持币过节了 就只能持股啊 所以明天呢 要是弄的话 明天不是加仓位置 是星期五 好了朋友们 我是古邦 今天晚间呢 会有很多消息出来啊 包括隔夜的外盘 欧洲啊 美国呀 也会做出相应的反应 我用明天早餐 用早播报的形式 把这些呢 消息梳理好 包括外盘的走势 整理好 用早播报的形式 明天早餐 呈现给大家 我是古邦 喜欢古邦的家关注 我们明天早播报 见